美国联储会维持鹰派基调 明年降息希望降低 英国和欧洲央行周四跟进延长升息周期 经济衰退一律升温之下 美股周四道琼收盘暴跌超过760点 标普收黑近2.5% 纳斯达克指数重挫超过3% 废办指数崩跌超过4% 而台积电ADR重挫3% 匈牙利和波兰撤回反对意见之后 全球企业最低税复制 在周三获得欧盟27个成员国代表支持 去年10月全球137国已至同意 对大型企业获利或营收 课征15%的最低税率 台宁16号公告 此公司以450万欧元 约新台币1.47亿元的价格 收购葡萄牙最大快充充电站公司 KLC60%股权 到2024年渴望收购100%的股权 全球第二大的时装零售商 HMM15号公布9月到11月的净销售额 比去年同期成长10% 略高于市场预期的9.5% HMM表示 第四季由于疫情爆发 中国有25到50间店面暂停营业 不过营业额并未受到冲击 HMM过去曾受到中共新疆棉风波影响 后来因为风控打击关闭上海旗舰店 新台电视真理报道